言文哉族 书接上回 上回讲到 这个毅宗言 去追求这个客人 或者讨他欢心 不单止送明贵礼物 三头两天就请吃饭 那种排场就厉害到極点 吃一餐饭 你猜一下 桌上摆多少菜式呢 六十款菜 六十款菜 五百两银吃一餐 现在四五万块一餐 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太监 哪算能够这么奢侈 他不管那么多 我就是这么拨 最后就拨打黑市的欢心 就喜欢了毅宗言 将原来的情人 毅宗言的老朋友 毅朝一脚就踢在一边 但是呢 又有些另外的说法 有一个叫做宋喜凤的人 他跟随他父亲 就来到京城 因为呢 他跟宗宗的太监很熟 所以经常有机会 入皇宫行下 看下 听下 他结果都知道 很多内幕 他将他所见所闻 写成一本书 后来就出版了 这本书呢 叫做弊雪 弊呢 就是野草的意思 作者拿这个名字 就是说明 我这些呢 不是正史来的 属于野史来的 信不信由你 我也不在乎的 但是 就使用的价值来评论这本书呢 可以说是相当可靠 因为这个宋喜凤 又不是东林党人 又不是阉党的党徒 他没有什么党派的旗舰 加上呢 他在后宫中逗留的时间很长的 到处捐洞捐那 很多都是亲身见到 听到的 并非胡说八道 这位公道的宋先生 他在那本帝书那里 说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 毅须富裕 势未准 又协防忠述已未 得客慈欢 就是说呢 毅忠言 虽然是阉割了 但是没有觉得很干净 所以呢 还有多少性功能 就是靠这些优势 当然斗赢那些毅潮 取得客事的欢心 毅忠言 竟能言善便 又写得花银 又有太监武的能力 那他取得胜利 那他取得胜利 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他还不放心 要一路永日 才行的 现在虽然是取得客事欢心 将毅潮踢走了 但不行的 还要拿他命 这样才能够放心的嘛 为了一路永日 就靠客奶妈的帮助 将毅潮发配冲军 在冲军的路上呢 被人杀了 毅忠言 这么容易解决毅潮呢 主要呢 还是靠黄安的帮忙 作为三朝元老 黄安老太监 已经走到人生的顶点的了 现在的皇帝 皇帝的老爸 都是他一手扶上去的嘛 加上东林党那帮要人 都是他好兄弟好朋友 所以 他成为太监之王 天下无敌的人物 不过 黄安呢 有一个很弱的弱点 私人最喜欢戴高谱 喜欢人家拍的马匹 那无论你这个人 多聪明 多本事的人都好 喜欢人家拍马匹 那人家看透你呀 拍马匹拍得准 拍得狠 那你就一定上当的 自古以来 拍马匹呢 一定是有声有色 越拍得好 就越响 越响就越有效果 但是魏忠賢的马匹术 与众不同的嘛 他就达到拍马匹的最高警戒 无声之辟 他每次见黄安 从来不出声的 从来没说开口吹捧黄安 除了扣头之外 一句话都不说 我缩在一边 黄安对他一面 预头预脑 恭恭敬敬地回答 他从不讲虚言 就只做实事 就是呢 过年过节 一车一车的珍贵礼物 送给黄安 率之 就讨得黄安的欢心 他跟魏朝来到斗争 黄安就大力支持他 将魏朝赶出去充军 那么这个老太监黄安 居然不知道 魏忠賢的目标 并非只是搞魏朝 目标是搞你 蛤 搞我 是啊 那时候魏忠賢 已经一只脚 踏入领导的高层了 差点点这么多 走一步 就踏上最高峰了 就取得最大权力 魏忠賢要走这一步 一定要将前面 这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黄安这个老家伙 打倒这样才能走上去 所以 魏忠賢 现在最急的 就是铲除你这个黄安 那么按魏忠賢的本性 魏忠賢的监老友 为了差老婆可以照杀不悟 但是黄安就不同于魏忠賢 魏忠这个人又没有投资 又没有什么权势 没有什么后台 黄安就不同了 似人地位高 资格老 又皇帝到后台 交游广宽 和东林党人来往密切 连那个杨年 左光斗 都经常去他家拜访他的 而魏忠賢的实力 想整嵌黄安 哎 简直是 妙上天害 没有可能的 但是 魏忠賢 哎 是一个无赖宗之极品 超级人渣来的 人家做不到的事 他就能做得到 在天啟元年 司理监 掌印太监 劳秀 因为犯罪 就免职 那么司理监 兼掌印太监 太监中职位 最高级的太监 本来 这个位置 是黄安坐的 但是黄安是不肯做的 他只是愿意做一个 司理监兼 并不太监 为什么他不肯做呢 哎 他不想出面 事实上 所有实权 是拿在黄安手上的 劳光是挂名 做掌印太监 没有什么实权的 为什么黄安 就不肯明正言讯 坐正掌印太监的位置呢 具体原因也没人知道 不过 大家都一致认为 黄安这种人很聪明的 他怕人来枪打出头鸟 所以他只是做幕后掌权 就推这个劳秀 来到外面做掌印太监 那现在劳秀下台了 那你是第二号人 黄安 你不做都不行的 只好就接受这个任命 做掌印太监 按照中国的惯例 凡是担任重要职务 一定作状 向皇上表示谦虚 说自己水平低 水平有限 不能升任 请皇上灵爪高明 事实上 都已经上任了 还要这么说 真的是十分虚伪 不过没有办法的 这个是中国社会的虚伪传统 成功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人看出来 千万不要说你得意样样 一定要装成 无可奈何 被迫上台 几日之后 黄安就得到皇帝的答复 同意你辞职 黄安一听真是云不负 看整个傻傻 喂 喂 本来是装模作样的 这些是规矩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黄安老太监啊 一向做事都很稳阵的嘛 由洗厕所 塑地做起 做了几十年 太监 才做到今天 这样的地位 究竟 世故之人 做事十分稳阵 这回真是林老惯一扣 一扣就惯死 那本来呢 吴星官就算了 事多不是做个司礼监 怎么知道皇帝 将他赶到绝了 过了几日而已 就勒令黄安提侯 一手捧起两个皇帝的大功臣 就是敢被赶出朝廷 哎 真是妻妻娘娘 离开皇宫 是啦 这回只好退休 回乡耕田是啦 那为什么皇帝会做得这么绝的 一点都不留情面 就这样就赶出去 原来又是魏忠賢的本事 他呢 持有个最厉害的武器 客乃嘛 此人 跟皇上关系最密切 是皇上的什么什么 哎 什么都好 随你说 情人也好 情婦也罢了 总之 关系特别密切 他出面 又撞得这么巧的 皇安你自己提出来 要求皇上 宁请高明 那就是对了 你自己说不做了 那就宁请高明咯 哎 皇安 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挨了一世两次立大功 为什么居然会死在一个奶妈的手上 哎 他说世事难測 无奇不有 皇安 本来呢 皇上有决定叫他回家休养的嘛 谁知魏忠賢呢 还不肯放过这个路上级 在这里要顺便说一下一件历史的事 大多数人都以为 杀死岳飞的 就是那几个人而已 特别是最大恶極的秦惠 人人都对秦惠恨之入骨的了 但是 有些人说嘛 杀岳飞的 不是秦惠的 是秦惠的老婆害死的嘛 有些历史书 确实是这么说的嘛 说 害死岳飞的 并不是秦惠嘛 是秦惠的老婆啊 即是 那位知名的词人 写的那首 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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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清清 淒淒 沉沉 沉沉 那位伟大词人 李清照的 表亲 王氏 秦惠的老婆 王氏 沉沉的老公杀岳飞的 魏忠賢也一样嘛 杀朋友呢 他眼都不眨 但是要他杀 老领导 老上级呢 他心中 有些摇摆不定嘛 他对客人越说 哎呀 不如算了 放过他算 让他走回向下算吧 老婆带人 说不行啊 不行啊 你还记得吗 那年 汤水被东林党 说李选事 挟持太子 躲在联国的 就是王安 帮手 拉太子出宫的 又是王安 和东林党 串通 逼李选事 离开 乾清宫的 又是这个 王安 此人 非杀不可 哇 有些 比男人更凶残 更厉害的女人 Moment 魏忠賢聽到老婆大人的指示 立刻就派人去殺了王安 本來皇帝這份人 還是比魏忠賢厚度得多 你叫他趕走王安可以 但是要他動手殺王安 這樣就不行 他就不忍心做這些事 所以王安就吩咐他的心服 即是現在做了蔣印太監 那個王體潛 要王體潛就找人在半路殺了王安 就說他不知道為什麼 半夜死了 那就死了就算了 沒有人追究的 這件事就此了結 那時候魏忠賢已經掌握了東廠的特務 控制大權了 成為最高特務頭子 又在宮中把持大政 皇帝所有的公民 一直都要先經過他審閱 他的地位雖然未到一言九鼎 起碼都一言八鼎 每一次公民到手 魏忠賢都不看的 當然不看他都不識字的 每次他都把公民帶回家 給他的九頭軍師來研究 入宮三十年 魏忠賢終於走上人生的高峰 大家沒聽錯 我只是說高峰 還沒達到頂峰 他戰勝魏朝 殺了王安 控制朝廷 又控制東廠 但是還沒救 他要控制大明王國 別需要解決下一個對手 東林黨 魏忠賢 做了東廠提督太監之後 就決心策劃 向東林黨開刀 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不是捉東林黨人 是派人聯繫東林黨的要人 包括劉一景 周家寶 楊年等等 表示 慈基就剛剛上任 很多東西都不懂 請大家多多關照 多多幫助 還送了大批禮物給這些妖人 在公開場合 幾次大力讚揚東林黨人 又曾經多次向皇帝報告 說東林黨的首腦 趙南昇 是一個國家難得的引採 工作努力認真 值得信賴的人物 由專門派自己的親信 登門去拜訪 表示誠意 魏忠賢 怎麼突然間變成 處處討好東林黨 他到底想怎樣 不用想 每個人都說 他一定是不懷好意 你要小心他 誰知道不是吧 魏忠賢 贊心想跟東林黨交朋友 真的想跟東林黨結盟 啊 這樣的事都有 欲知後事如何 這代下回分解 來啦